2017年年底 周女士在杭州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 做了面部溶脂手术 花了三万多 现在她觉得两侧脸颊不对称 她说术后一周拆纱布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医院说有六个月的恢复期 她就一直等 后来情况有所好转 但身边不少朋友都说 她的术后效果不好 记得现场观察了一下周女士的面颊 没有发现明显的凹陷或突出 周女士的丈夫也陪着一起来了 手术效果如何 记得也想听听她的看法 周女士说她跟医院沟通了多次 2018年年底对方答应给她做一次修复 当时她忙于工作抽不开身 直到最近又来和医生沟通 她说她找了一个比较好的知名的医生 要么帮我来做一下 但是我说那么现在我要去做 那你要给我有 给我就是保证要写下来了 再继续做 那她现在不能保证 周女士希望医院给她承诺 保证修复后两边面颊对称 不再有凹凸不平的现象 来到医院 之前和周女士沟通的崔主任拿出数前照片 对手术效果做了说明 她现在认为手术以后造成了一个面颊的凹陷 其实数前你们可以看到 她这个地方是凹的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你觉得光纤溶指完了以后 那么她这些地方都改善非常大 可以看到她的脸也提升上去了 如果你确实觉得这块有问题 没有 没关系的 对吧 我们帮你负责 崔主任说 周女士认为有凹陷的部位 她们可以再填充一层脂肪 尽量达到平整和对称 但无法承诺 一定达到完美的效果 但是我给的你方案你不接受 你认为它一定是有问题的 你就可以做一个医疗鉴定 如果确实是医疗鉴定出来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全权负责任 周女士考虑再三 决定先修复看看 18亚八红金眼记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